大东山的山顶,晨雾已雀,山风静吹,隔云渐断,庙宇真荣已现。 一身明黄色龙袍,再深的沁国皇帝,静静站在蓝边,等待着夜流云的到来。 当山下被五千长弓手包围,尤其是叛军之中出现了东夷城九品高手们的踪影, 这位向来算无一策的沁国皇帝陛下,似乎终于发现事态第一次开始超出自己的掌控, 中年人的眉宇间浮起了淡淡的忧愁。 黑色圆檐的古旧庙宇群落里,响起了荡的一声钟声, 沁人心脾,动人心魄,宁人心死,却让这天下不宁起来。 积天所用的告书于炉中焚烧,青烟鸟鸟,庆帝所隶属太子的种种罪过, 似乎已经告继了虚无缥缈的神庙和更加虚无缥缈的天意。 积天一行,庆帝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所需要的,只是带着那些莫须有的上天启士回到京都, 废除太子,再挑个顺眼的接班人。 然而一顶立茂此时缓缓地越过了大东山巅最后一级十阶的线条, 自然却又突然地出现在庙宇前一众庆国官员面前。 皇帝平静看着那处,看着立茂下方那张古捉无奇的面容, 看着那双轻湛温柔有如秋水一般的眼眸,缓缓说道, 刘云士书,您来晚了。 叶刘云一步步踏上山来,无人能阻,此时竟对庙宇,良久无语。 山巅上众官员祭祀,包括礼部尚书,宇仁绍安等人, 都下意识里对这位庆国的大宗师低身行礼。 在叶刘云面前,只有庆队依然如往常一般挺直站立着, 而他身边不离左右的红老太监虽然勾着,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位老公公每时每刻都勾着身子, 似乎是在看地上的蚂蚁行走, 却不是因为此时要对叶刘云表示敬意。 怎么能说是晚? 叶刘云看着皇帝叹了一口气, 语气中充斥着难以言表的无奈与遗憾, 陛下此行祭天,莫非得了天命。 天命尽在阵身,阵迹不惧奸险, 千里迢迢来到大东山上,自然心想事成。 皇帝冷冷说道, 叶刘云微微低头,私存片刻后说道, 天命这种东西总是难以揣存。 陛下虽非常人, 但还是不要忘带天宫施法。 皇帝冷漠地看着十余帐外的叶刘云, 说道, 世书今日前来, 莫非只是觐见, 而并未存着待天施怒的意思。 叶刘云苦笑一声, 右臂缓缓抬起, 袖口微退, 露出那只无一丝尘垢的右手, 手指光滑整洁, 绝对不像是一个老人所应该拥有的肢体。 他的右手指着庆庙前方的那片血泊, 以及血泊之中那几名庆庙的祭祀。 陛下, 失怒的人是你自己。 叶刘云悲悯说道, 祭祀乃侍奉神庙的苦修士, 即便他们也知道, 陛下此行祭天乃是乱命。 君有乱命, 臣不能受, 祭礼也不能受, 所以你才会杀了他们。 是的, 皇帝祭天的罪太子书出自内庭之手, 所则罪名不过放贤, 蓄姬, 不端这些模糊的事项, 而这是太子若干年前的表现, 和如今这位沉稳孝涕的太子完全两样。 历朝历代废太子, 不曾有过这样的昏乱旨意, 无稽的祭天文。 大东山庆庙历史悠久, 虽然不在京都, 但庆庙几大祭祀往往在此清修, 只不过随着大祭祀的离奇死亡, 二祭祀三十大师重见而亡, 庆庙本来就被庆帝削弱得不成模样的实力, 更是残存无几。 所以, 一路由山门上山, 大东山庆庙的祭祀们表现的是那样的谦卑与顺从。 然而当庆国皇帝在今天清晨正式开始 祭天告罪废太子的过程, 仍然有一些祭祀勇敢地站了出来, 言辞激烈地表示了反对, 并且神圣地指出, 庆庙永远不会成为一位昏君手中的利刃。 朝廷对庆庙的暗中侵害, 两位首领祭祀的先后死亡, 让大东山上庆庙一脉的祭祀们感到了无穷的愤怒, 山下叛军的到来, 给了这些人无穷的勇气。 所以这些祭祀变成了黑炎庙宇前的几具死尸, 他们的勇气化作了腥臭惹淫的血水。 当有人敢为看皇帝陛下的旨意时, 他向来是不但于杀人的, 即便是大东山上的祭祀。 庆帝唯一不敢杀的人, 只是那些他暂时无法杀死的人, 比如叶刘云。 皇帝平静地注视着石阶边的叶刘云, 说道, 是书, 您不是愚痴百姓, 自然知道这些祭祀不过凡人而已, 朕即便杀了, 又何天意何观? 叶刘云眉头微皱, 说道, 祭祀即便是凡人, 但这座庙宇却不平凡, 想必陛下应该比我更清楚, 当在庙宇正门杀人, 血流入阶, 陛下难道不担心天宫降怒? 皇帝面色漠然, 将双手附在身后, 扮上后一字一句说道, 你我活在人世间, 并非天之近处, 所以朕这一生, 从不敬鬼神, 只敬誓书一人。 叶刘云漠然无语, 皇帝侧过身子, 安静地看着黑色庙岩, 岩上就瓦在清晨的阳光下, 要着庄严的光泽, 说道, 所以朕请了一位故人来和史书见面, 这个世界上能有资格被庆队称为 叶刘云故人的人不多, 只不过那寥寥数人而已, 所以当清廟钟声再次响起, 偏远木门之雅拉开, 一阵山峰掠过山巅, 记着一块黑布的五竹, 从门内走出来时, 叶刘云只是笑了笑, 当然, 笑容中多了几分动容与苦涩, 丹州一别已然多年, 不闻君之消息已于两载, 他望着五竹和蔼说道, 本以为你已经回去了, 没想到原来你是在大东山上, 两年前的夏天, 北齐国师苦和与人暗中决斗受伤, 叶刘云身为四大宗师之一, 自然能猜到动手的是五竹, 所以才会有这句不闻君之消息已于两载, 而叶刘云那句本以为你已经回去了 更是隐藏了太多的讯息, 不过这个世界上除了他和五竹之外, 可能没有谁能听明白, 当年丹州悬崖下的对话, 范贤远在峭壁之上, 根本没有听见, 五竹一如往常般干净利落, 说了两个字之后, 便站在了小院的门口, 没有往场间再移一步, 摇摇对着叶刘云, 离皇帝的距离却要近些, 他说的两个字是, 你好, 区区你好两个字, 却让叶刘云比先前看着他从院中出来, 更加震惊, 更加动容, 甚至忍不住宽慰地笑了起来, 笑声十分真诚, 然后笑声嘎然而止, 叶刘云转身面对皇帝陛下, 微微欠身一礼, 赞叹道, 陛下神机妙算, 难怪会有大东山祭天一行, 连这个怪物都被你挖了出来, 我便是不想佩服也不能, 皇帝闻言, 却没有丝毫表情的异动, 反而是眉角即不以为人所察觉地抖了两下, 是的, 祭天本来就是针对叶刘云的一个局, 而当武竹这个局中风将站出来时, 叶刘云却没有落入局中的反应, 是这种东西, 向来是你来我回, 皇帝的眼中一抹担忧一副急隐, 想必是知道自己与范贤猜测的大事件, 终于要变成现实, 皇帝看了身旁的红老太监一眼, 眼神平静, 却含着许多意思, 似乎是在询问, 为何并不马上出手, 以大宗师的境界, 即便是以二对一, 可如果不能抓住先前那一瞬间, 叶刘云因为五竹神秘出现, 而引致的一丝心房松动, 想要在山上拘杀叶刘云, 依然会变成一件, 极其难以完成的任务, 红老太监此时, 却根本没有理会皇帝陛下的目光, 他的眼光异常炽热地盯着前方, 穿越过了夜流云的双肩, 直射石坚下方那些山岭, 他往前移了半步, 挡在了皇帝的身前, 然后缓缓支起了身子, 似乎一辈子都勾着身子的红公公, 忽然支起了身子, 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的改变, 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势, 开始汹涌地冲入他的身体, 异常磅礴地向着山巅四周散发, 明明众人都知道, 红公公的身体并没有变大, 但所有人在这一瞬间都产生了一个错觉, 似乎红公公已经变成了一尊不可击败的天神, 浑身上下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将身后的镜得完全遮掩了下去, 这股真气的强烈程度, 甚至隐隐已经超出了一个, 凡人肉身所能容纳的极限, 霸道至极,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禁大江滚滚流, 这是范贤在京都抄的第一首诗, 且不论大江的大字, 究竟是否合一, 然而这首诗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传颂开去, 这一天, 有幸或是不幸在大东山上的人们, 在这一瞬间都联想到了这句诗的前半段,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冲天而起的剑气, 正在石阶下方的山林里肆虐, 即便是遥远的山巅, 也被这寄灵烈至极的剑气所侵, 青青林木开始无缘无故地落叶, 落叶成青堆, 叶刘云看着红公公说道, 青本家人奈何为奴? 红公公银白的发丝在风中漂浮, 沙哑着声音说道, 大宗师都是奴才, 我是陛下的奴才, 而你们也不过是这个人世间的奴才, 有什么区别?